这个Track主要是介绍SIG Scheduling相关的一些基本的介绍 以及其实Koopy Khan在过去几年其实都没有在中国举办 然后SIG Scheduling其实也没有机会和大家能够有一些接触 所以我们把过去几个release里边比较重要的一些更新都加入到这一次的分享里边了 首先我们两个简单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先介绍一下 我是王庆灿 然后过去几年一直都在SIG Scheduling里边去做一些维护和开发的工作 然后目前是在Shopee这边去从事机器学习平台和AI Infra的一些工作和建设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Inna 然后目前也是在DocCloud做KBIS平台这一块的一个开发 然后也是AI这一块方向 然后的话我也是在上游做一些贡献 然后也主要是SIG Scheduling这一块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是介绍因为SIG Scheduling其实它是分为两趴 第一趴就是上游的这个Kubi Scheduler的这个开发和维护 另外一趴就是还建设了这个关于调度指令预约的一些子项目的一些维护和开发 所以我们主要是分为两趴去做这个进展的更新 首先考虑到可能有些听众对调度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可能不太熟悉 所以我们先对这个背景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其实在K8S里面调度器其实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 就相当于我们有许多带调度的POD 以及有一组资源 然后我们如何把POD和这部分资源进行一个Match 其实就是调度所做的事情 然后其实整个调度过程中其实分为两步 第一步就是Filter的一个过程 相当于我在我们所选的就可调度的这个节点资源里面 去选择一些可以满足我当前一些对资源硬性条件的一组这个节点 另外一步就是进行一个打分 就相当于我们对这些节点进行选择出来之后 我们根据一些这个打分的策略 然后选择一个最优的节点供我们整体的一个调度 然后左边这个图其实是可以比较清晰地表达整个调度的过程 首先其实调度器它主要是维护两部分的Cache的内容 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个集群里边还没有被调度的POD 这部分POD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这个NodeName 然后它会被调度器所watch到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内存的scheduling的Q里面 然后供调度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它会维护整个集群的一个资源视图 就包括我的集群那个节点的资源 以及当前正在运行的POD 然后它会维护到这个Cache里面 然后接下来它会在schedulingQ里面 根据一些优先级或者一些排队的策略 然后选择出当前最应该是被调度的POD 然后进行一个调度 如果它被调度成功的话 它会去靠这个API Server的Band的这个API 完成这个Band的操作 就相当于把我这个要调度的NodeName patch到这个POD的Spec里面 然后对应这个Node上面运行的Quality 然后它会获取到这个事件 从而在这个节点上去启动这个对应的POD 如果当前调度失败的话 如果你开启了抢战 它会去尝试在集群里面去抢战 优先级比我当前带调度的POD 比较低的POD 然后去控制资源 然后如果没有开启的话 它就会自动回到这个ScheduleQ里面 大概整体的一个流程是这样子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相当于我在集群里面有N个节点 然后在Filter策略里面 我对这个包括资源的请求啊 和一些亲和性 一些这个NodeSelector一些限制 然后我可能只会选择出 Node2到Node4的三个节点 然后接下来会对这个每个节点进行一个打分 然后这三个节点会根据一些亲和性的 包括一些打分的策略 例如就是像如果我们选择的Beam Pack 或者一些Spread的一些策略 以及Image 就是观察节点是不是有对应的这个镜像啊 还有Volume相关的东西 它会去选择一个最优的节点 就类似于像Node3 它会是就打90分的话 它就会把Node3当成我当前的一个 选择的一个调度节点 上面就整体对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调度其实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下面的话我们会去更新一下 从1.25以来一些最新的一些更新 然后首先是这个Scheduling的Git的Plugin 它其实解决的一个场景 大家如果就是有一些比较大规模的经验的话 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集群中有很多没有办法被满足调度的POD 在调度器里面的话 它其实会长期占据这个调度的这个资源 就相当于我集群里面可能有上千个POD 它资源不到 但它在调度器里面会不断地尝试去重新调度 这时候如果我提交了一个POD 它当前的集群资源是可以满足它的话 这时候它可能还需要再排队 等待其他的这个POD 调度失败之后 我才能去调度 这样的话其实是严重影响我们当前调度的这个吞吐的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很多时候呢 是希望能够控制在调度器里面的这个POD 是否能够被调度 以及调度顺序的这个能力的 但之前的话 其实我们很难去控制 要么就是我们需要去写一个 就是可能其他的prefilter的一个插件 让它先出对 然后进入到调度过程中 然后我们先让它失败掉 然后再让它重新回对 这种方式其实是消耗了整个调度的一个这个算力的 所以基于这个问题呢 然后社区上有在现有的Schedule Free Mark里边 去增加了这个pre-encode的这个enqueue的这个extension point 来去帮助大家能够提供一个扩展点 来去限制这个是否判断这个POD 能不能进入到实际的调度过程中 对 基于这个扩展点就实现了scheduling gate的这个plugin 这个plugin其实比较简单 其实比较简单 就相当于我们在POD的spec里边 增加了一个scheduling gate的一个字段 如果你当前是不希望这个POD被调度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增加一个webhook的形式 在这个地方把它附某一个k值 这样调度区去做检测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k值的话 它就会直接就重新回到调度对列里边 而不会进入到scheduling circle里边 去进行个调度判断 这样的话其实是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 我们这个POD是否被调度的这个流程 这个k值是可以被外部的这个operator 去管理和控制的 这样在我们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集群里边 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多调度器 或者有一些更细腻度的 这个dynamic的quota的一个控制的话 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便利的 然后接下来是inna同学区 好 感谢 感谢Alex 然后下面的话还是framework里面的一个更新 其实是我们上个release1.28的一个更新 就是一个break change 就是对inqueue extension的一个更新 就是如果大家写过这个schedule plug-in的话 应该知道就是 我们的plug-in都可以去注册一些events 那这些events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它可以让一些原本调度失败的POD 然后可能会变成调度成功的这样一个事件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POD因为节点资源不够 导致它调度失败了 那这个时候集群新增节点这个事件 是可能会让这个POD调度成功的 那通过把这些events注册给quotaschedule 它可以在重调度的过程中做到更好的一个控制 比如说下选说哪些POD可以进行重调度 哪些不可以重调度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原来的话 这个schedule重调度的一整个逻辑 就首先我们这个plug-in会注册对应的events到这个schedule queue 然后schedule queue会去监听所有的一些API events 然后当它触发这个重调度逻辑之后 它会去便利整个我们说这个unschedulablePOD这样一个POD列表 然后对每一个POD进行一个event的匹配 如果这个event的匹配成功之后 我们就会走到下一步 到一个backing off的一个阶段 那backing off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调度失败的POD 在schedule里面一个等待时间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时间呢 因为我们可以想一个例子 假设一些高优先级的POD 它调度失败 如果它没有这个等待时间 它会不断地不断地重新调度 导致这个队列被阻塞住 所以我们引入这个backing off的一个时间 那如果这个POD它的backing off时间到达之后 那它就会进入到这个 我们说是active queue 然后它会进行一个重调度 如果它没有的话 它就会回到原来这个等待的一个队列里面 那这是原来的一个逻辑 那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粗放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POD因为Node Affinity 这个plugin被拒绝之后 那它被拒绝的原因可能就是说 这个Node缺少一些level嘛 但是这个Node 比如说这个POD需要的level是A冒号B 但是这个Node增加的level是A冒号C 这个是没法让这个POD叫做成功的 那以前的这个schedule是无法做到这一点 它是没法筛选出来的 那现在的话 所以我们对这一块做了一些加强 整个的一个变动 其实就是在原来的interface基础上 增加了一个叫 我们说是一个callback的一个function 那它做什么呢 它就是在这里面 你可以处理一系列的逻辑 然后最后会返回一个hint值 那如果你返回的hint叫 我们说是qskip 那说明说这个event对这个POD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它不可能会调注成功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跳过这个重调注的阶段 那如果它返回的是qafterbackoff 那其实这是一层对原先的集群 原先集群的一个兼容 就是说它可能还会回到这个等待队里面 再去等待一段时间 那最后如果返回的是qimmediate 就是代表说这个POD很大的可能性 它是会调注成功的 那所以我们就立马就进行这个重调注 所以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在集群中 你去这个执行这样一个方式的逻辑 比你走重调注一整个逻辑 它性能是更好的 所以这个总的设计是为了提高 这个集群调注的一个性能 所以现在一整套逻辑就是说 其他其实都不变 那主要是在这一块 那以前的话我们是只去filter这个events 那现在的话我们要去执行 这个queue in hint function 如果当这个function返回叫queue immediately 或者说它返回的是queue after backoff 但是这个backoff time已经到时间了 那它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active queue 然后进行一个重调注这样一个逻辑 然后下面一个是关于这个 下面一个是关于这个 就是一个叫skip的operation 那比如说我们原先的逻辑 就是一个pod进来之后 我们会走过整个一整串 比如说prefilter filter prescore score preband 这样一整套逻辑 但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pod 它没有这个node affinity这些东西 它其实没有必要再去走filter这个流程 那所以现在你可以在prefilter里面 比如说去判断说它满足某些条件 那我可以直接skip掉 然后就跳过这个filter阶段 那其实这个也是为了提高整个schedule 一个调度的一个throughput 所以如果大家自己有一些plugin 然后它也是分这种prefilter filter这种 有一个预制阶段 然后一个执行阶段的话 也是可以参考这种逻辑 然后第三块是一个 competent config的一个depressing 就是目前的话 competent config已经支持到了V1版本 以前的V1 beta2 V1 beta3已经移除了 所以后期大家可能都要 迁移到V1上去 然后整个这个API的话 其实没有太大变动 但是有这样一个fetch的一个过程 然后下面一个是 这个pod的trop调度 一个plugin 然后其实这个 在我们前面几个release 对它做了很多的增强 那首先的话第一个是叫 main domains 那我们它就可以 就是在你pod进行 这个trop调度的时候 它可以定义你最少的 这个domain的一个数量 比如说你想做一个HA的能力 但是你目前节点只有 目前你只有一个pod 那原来的话它可能 比如说你掉两个pod 这两个pod是可能会同时 掉度到一个节点上的 那其实它没有达到HA的能力 但是你可以把这个 通过设置这个main domains 让它至少有两个domain 然后它就可以通过 当它发现集群只有一个pod的时候 它就可以通过 比如说autoscalar 去伸缩出一个节点 然后达到两个 然后就达到两个节点 然后达到两个斗面 这样的效果 然后第二个叫 node affinity policy和node tense policy 那其实它主要作用就是说 我们以前的scheduler 在算这个pod trop调度的算风的时候 它其实是不会考虑 这个pod是不是对 节点的污点有容忍的 所以这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pod可能会被pending住 然后具体的这个原因 大家可以比如说去看一下 这个website和blog 我们之前宣发过的 就是里面有具体的一些原因 那现在的话 就是现在可以通过 设置这两个policy 然后去让pod在算风阶段 可以去respect这两个policy 然后第三块是这个match label keys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以前我们在 rolling updates的时候 就是scheduler是无法区分 它是一个新pod 还是一个老pod的 因为他们的 比如说level都是一样的 大部分level都是一样的 所以通过增加这个match label keys 让scheduler有了区分新老pod 这样一个能力之后 它就可以当你调度完成之后 你的pod还是满足 这个pod拓谱的这个约束 以前的话很可能会出现 就是你一旦rolling updates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pod 就是没有满足 这个pod拓谱的约束 然后下面的话 就是目前的这个field 整个大概是长啥样 其实就是加了三个字段 一个是man domain 一个是match label keys 还有加这两个policy 下面的话是一些这个k8s groupschedule一些子项目的更新了 然后我会 我还是让Alex来讲一部分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k8s sigscheduling一些子项目的一些更新吧 就是第一个就是sigscheduling的这个 scheduling plugin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其实是大概两三年前是伴随着 scheduling framework的出现 然后去建设出来的 然后scheduling framework的出现 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大家 在不同的场景下 对调度器有比较多的定制化的需求 然后基于之前的extended的方式 其实不管在性能上 还是可控制的程度上 其实都有些缺陷 所以社区推出了scheduling framework 然后增加了大量的扩展点 基本上我们每个过程 都可以通过扩展点的方式 来去修改scheduling的一个逻辑 然后scheduling plugin这个项目 其实就是把一些 就是领域内的一些 最佳实践的这个 这个调度的策略 然后聚合到一起 做成一个repo 然后做一个out tree的 这个一个项目 来去供大家来使用 然后现在scheduling plugin 这个项目里边 所支持的这个 plugin的能力 主要是以下这些 就首先第一个就是 这个在AI和大数据里边 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 就是刚scheduling这个能力 今天上午 伊犁提到的就是在open AI里边 去做这个大规模的 分布训练的 所用的gugscheduling 其实就是这个能力 对 然后他们在7500个节点里边 通过这个方式来去 训练他们的大模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capacity schedule的能力 这个名字其实是跟亚里边的 capacity scheduling是一样的 它的能力其实也是希望 能够支持在不同租户之间的 弹性quota的这个互相借用和共享 来提升我们整个集群的资源利用率 然后接下来 第三个和第四个 其实是针对于这个 节点的托普资源感知 调度的一个能力的建设 其实在很早之前 其实K8S的quipulate 就已经支持了 NUMA感知调度这些能力 但是调度器这边 其实一直 其实没有跟进 所以英特尔的同事 其实就 把他们对这个的想法 其实放到了 Scanron plugin里边 去做支持 昨天英特尔那边也分享过 就是 怎么去能够结合调度测 从集群的维度 选择最好的一个 托普的一个分配方式 然后接下来就是 基于实际节点负载的 一个感知的 一个调度的策略 这个大家在实际的 这个在线服务部署里面 应该会经常遇到 就是K8S调度的话 它是基于资源分配的形式 进行调度的 它其实没有感知 我节点的一个实际负载 如果没有感知 节点实际负载的话 我很有可能把一些 就高负载的POD 都调度到同一个节点 这样导致那个节点的 负载特别高 然后大家性能都会下降很多 所以 红帽的同学 就是基于这个需求 去支持了这个 基于实际节点负载的 这个能力 去提供给大家 然后这些里面的 Plugin其实都已经 广泛的应用在 包括像 像阿里啊 腾讯 以及包括我们Shopee的 这个生产环境里面 都使用的比较多 然后这里也比较感谢 就是 就各位同学 对这个 这个插件和项目的贡献 对 然后目前的话 我们还有两个 比较好的一个场景 是在这个 讨论和设计过程中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了解一下 第一个就是 基于这个节点的 DiskIO的一个 感知的一个调度能力 然后我们感知 不同节点的 这个Disk的一个情况 来选择一个最优的节点 供大家来去使用 第二个就是一个 Resource Policy Resource Policy 听看这个名字 其实比较抽象 其实我简单概括一下 它其实就是 把不同的 这个同一个集群里边的 不同的节点 划分成不同的节点池 然后这样我们在 调度过程中 可以按照节点池的维度 进行一个优先级的 一个选择 以及这个 按比例的一个分配 这样我们在这个 公用云上去使用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优先使用 这个成本比较低的 就弹性资源 去进行一个消费 然后我们包年包月的资源 可以在 调度优先级靠后的 情况下去使用 反了 就我们去先使用 我们集群里边 包年包月的资源 然后如果我们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去使用 我们集群里边 这个按量付费的一个资源 这样从而去 尽量地去降低我们 在公用云上的一个 资源的一个消耗 这个Resource Policy 其实目前在 阿里云的ACK的 这个调度器里边 其实商业产品化 已经支持了 然后包括在 火山引擎的这个产品里边 其实也有类似的能力 所以我们去和 这个阿里和 那个头条的同学一块去 把这个项目 能够放到社区里边 去帮助大家能够 在这个通用的场景里边 去更好的去完成 一个调度的一个分发 这个接下来就是 Sick Scheduling Scheduling Plug-in的 一个主要的更新 第一个就是我们将 这个依赖去 升级到当前的 1.26.7的一个版本 然后把我们所有的 Controller都迁移到 Controller Run-Time 然后在这个 Resource Topology的 这个Plugin里边去支持了 这个List的Numan Nodes的 一个配置的策略 然后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是 Break Change 我们将这个Gun Scheduling里边的 这个Port Group的API 以及Capacity Scheduling里边的 Elector Quota的一篇 按照整个社区的要求 去迁移到就是 就插杠 K8S的这个后缀里面 就符合社区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要求规范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在这个Gun Scheduling里面 去支持了用户自定义 去配置 Port Group Back Off的一个时间 这个能力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解决如果我们 这个训练的作业 特别大的情况下 它有可能在局群里边 会阻塞其他作业调度的一个情况 这样我们就可以设置 比较大的一个Back Off的时间 让它能够长时间地等待 它所需要的一个资源 然后接下来介绍的是 就是一个 就是Sick Scheduling里边 一个相对比较 时间比较久的一个项目 就是D-Scheduler 但这个项目 其实一直还都比较活跃 D-Scheduler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一句话去介绍 它其实是 去发行 就通过驱逐的方式 来去使Pode能够调度到 更好的这个节点上 以实现对整个Cluster 资源的一个 Rebalance的一个操作 D-Scheduler 其实它的场景 是分为两个部分的 一个是D-Schedule 另外一个是Balance D-Schedule的话 其实里边 就是这个名字 其实就比较好理解 就相当于我们最开始 会在调度过程中 会对Pode设置 Affinity 或者Tense 以及这些操作 然后后面这个节点 可能会发生变化 但发生变化之后呢 没有一个角色 帮我们重新去驱逐 来重新调度 D-Scheduler 现在就会去做这件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Balance Balance的情况下 其实大家应该比较 可以理解 就相当于我们在做 像AI训练里边的话 就是大家都会倾向于 我们能够减少资源碎片 然后通过Beam Pack的方式 能把这个Pode堆叠到一起 但是因为可能 不同的角度的运行时间 不一样 这样的话 我们集群里边 就会出现 一些很多碎片的情况 这样的话 可以通过D-Scheduler的方式 来去做整体的一个碎片整理 这是当前D-Scheduler 已经支持的一些能力 但是实际上 我们对这个资源碎片整理 或者D-Scheduler的需求 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就包括像我之前 会针对这个GPU利用率的方式 来去做这个 从调度的一个编排 但是之前的D-Scheduler 我们需要就写一个 从头到尾 把这个策略 在一个文件里边 描述清楚之后 把这个含数 启动含数 注册到这个MAY含数里边 其实对所有人来说 扩展的成本会比较大 针对这个问题呢 D-Scheduler 它推出了 就基于这个 受到这个 Scheduler Framework的影响 它也提供了一个 D-Scheduler的 Framework的一个能力 然后首先它提供了 比较多的扩展点 来去支持用户 基于扩展点的方式 来去实现它在 D-Scheduler上面的一些需求 同时它也支持 这个Multi-Profile的一个能力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Multi-Profile的方式 来去对整个机群里边 在不同的Namespace 或者打不同的Label的方式 使得这些这个POD 可以在D-Scheduler运行过程中 走不同的一个 从调度的一个逻辑 而从而实现一些 比较精细化的一个控制 OK 然后D-Scheduler近期的 一些比较多的更新 就是它首先把 所有的Plugin都重构完 去再支持 这个D-Scheduler的 Framework的能力 第二个就是它 支持了这个D-Scheduler的Profile 就像刚才介绍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 Invable的这个 OpenTelemetry的这个Tracing 还有一个小的功能点 就是在这个Node Utilization里边 去支持了Namespace的 Filter的这个能力 大概就这些 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项目 就是Kubi-Scheduler的 Simulator的这个项目 就我们在平常 就是如果大家去排查 调度器就是 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一个POD 我本来以为 它可能会调度到几点A 但它莫名其妙地 调度到几点B 但是这样子 因为调度器的整个过程 它像打分的这个策略 特别是打分的策略 其实还比较复杂 就是我们去理解这个流程呢 就会比较繁琐 就是我们只能通过 打一些日志啊 然后一点点地去分析 到底为什么 它做的这个调度决策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我们自己去开发 调度器的调度策略 然后我们也不太确定 它跟其他的调度策略之间 是怎么影响 整个调度过程的 所以社区的同学做了一个 叫Schedule Simulator的一个能力 它其实就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模拟器的工作 就是大家可以启动这个项目之后 在可视化的界面里边 然后通过选择不同的 POD和接电的一个组合 来完成整体的一个调度 然后右边的话 它会把这个调度过程中的 每一个filter的一个结果 以及每个scal里边打的分数 都打印出来 这样方便我们大家去熟悉和排查 我们整个道路逻辑 然后接下来是 Ena去介绍后面的一个项目 我看下面其实有些同学上午 已经听过这个相关的项目了 但是麻烦大家再听一下 然后这个第一个项目是 其实是去年开源的 但是对国内来说 可能是一个新项目叫Q 然后目前的话 它主要是做Job的一个管理 然后它提供一些能力 比如说像 像刚才说的Job的管理 然后它提供很多的这个路列策略 像Five for Best Effort 然后的话它支持这个多数户 然后就是它另外的话 第三块就是说 它可以支持对资源这个配额的管理 然后配额之间做一个Fair Sharing 第四个的话就是一个资源的可替代性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 在训练AI任务的时候 或者说做一些 跑一些作业的时候 可能本身是要GPU的 但是用CPU也行 是吧 慢一点 所以它可以提供这样一个资源的可替代性 它做了一层抽象 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两阶段提交 就是Q在提交 在Q里面提交一个作业 它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说 它本身会去通过自己的一些逻辑判断 说这个主要版能不能运行 然后第二个能力就是它把这个Admission Admission的这个能力开放给了其他第三方 比如说一些用户可能在用公有云是吧 它有一些拔几次的这个预算 那如果当你超过这个Bugist的时候 你就不能再申请公有云资源了 那所以它把这个接口也开放出来了 这样子用户可以说 可以揭露自己的一些系统 总的来说就是Q它主要是解决这个 在K8S层面就是 如何去管理job的这样一个能力 然后它就是我们应该 如果大家对schedule比较了解的话 应该也知道这个市面上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调度器 比如说具体是哪些调度器我就不说了 就是它们可能会也融入这个queue的能力 但是queue的话 它的整个的一个设计原则 就是说它需要做到这个关注点分离 比如说现在K8S一些核心组件 像cube scheduler cube control manager 还有class auto scaler 它们的能力queue不会去做 但是呢queue也要和它们做一个五分的集成 是这样一个设计的原则 所以它现在是一个独立的组件 可以进行部署然后开发 所以眼睛也会比较快一点 然后queue怎么去工作的 然后我也简单地说一下 其实主要是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是我们说是叫queuing 一个是scheduling 那queuing的话就是说 主要是这一款 就是所有的job提交到queue这个系统之后 queue就会进行一个接管 然后去根据一些quota来判断说 这个job能不能在这个集群里面运行 那如果这个job一旦能够在集群里面运行 然后第二阶段就是到了这个scheduling阶段 就是跟我们平时的调度逻辑很相像 就是job会去创建pod 然后pod会进行一个调度 然后最后的话 如果pod本身集群资源不够的话 它可能会panning住 那这个时候autoscaler就会去 伸缩一些节点 然后满足这个整个调度的需求 大概这是一整个调度的逻辑 然后目前的话 刚才说到queue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项目 去演进的话 它迭代会比较快 所以现在它支持了很多的这个job 然后标栏是一些已经集成的 然后标灰色的是正在进行中的 那从从上至下 像Cubernetes生态的话 第一个是它原生支持的这种batch job 第二个是它现在已经支持了job set 然后job set是一个什么项目呢 就是我们如果跑AI job 应该知道是现在有很多的类型的AI job 像Pytosh TensorFlow 然后像MPI 然后像XG Boost等等 然后它每个job都需要有一个对应的operator进行管理 原因是因为就是他们的API都不太一样 然后特性也不太一样 那job set它做的事情就是说 我把这些东西都抽象成了一个API 这样子我就不需要说我去跑四个operator 我一个就把你们全搞定了 是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在考虑说集成这个pod 然后第二个生态就是它对ray job有集成 然后今天上午其实我也跟字节的朋友 有同学分享了一个关于Cube和CubeRate 怎么去管理ray job的一个session 感兴趣的也可以 只能应该是可以看一下 到时候应该是有YouTube的视频 第三块就是CubeFlow CubeFlow基本上目前大部分的job都已经支持了 然后也非常感谢CubeFlow的这个社区的一些贡献人员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 如果你也有自己的一些job 你有一些自己定制化的job 你也可以直入到这个Cube的一个系统 其实你只要去实现一些我们定义好的一个job framework 然后一旦实现了这些framework之后 你就可以很轻松地创建自己的一个operator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简单的 就是应该是在一个月左右吧 我们会发布我们的0.5.0版本 然后0.5.0版本的话会包含几个能力 其实刚才已经有介绍到了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它引入了更多的matrix 然后在可观测性这一块可以有个提升 那第二个是它引入这个workload的priority 就是现在有些情况就是有些job 它可能在这个集群里面会运行很长的时间 就导致其他的job被饿死 就是它没有资源去运行 因为这个job把所有资源都吃掉了 那这个时候通过这个workload的priority 把这些低优的job把它升级 然后让它提前去运行 然后让它得到一个公平调度的机会 第三块就是刚才说的 我们目前已经支持了大部分的Google Flow的job 然后第四块就是我们也在考虑说支持Pod Pod的一个编排和这个管理 然后第五个就是刚才说到的 这个两阶段提交这样一个事情 让第三方的系统也可以接入到 Q的这个决策逻辑里面来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也在集成 更多的这种抢占的一些策略 然后更加高级的这种抢占策略的支持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目前也发起了 一个adopt list 就是如果大家再用Q的话 也可以就是填一下这个adopt list 然后给我们一些反馈 就像我刚才说今天上午 其实我们有做过一个关于 用Q和Cooler如何去管理 RAID工作负载的这样一个分享 然后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下面一个项目叫Cork 然后如果大家有关注国内 比如说像CNCF的一些公众号 应该对这个项目了解过 那其实它总的来说 就是一个管理集群的这样一个工具 它可以很方便地创建一个 超大的一个集群 所以它提供了两个工具 一个叫Cork 它本身就是说用来去 fake一些节点 fake一些pod 然后或者说其他的API资源 那Cork control的话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看着的一个CLI的工具 它可以用来去比如说创建 删除集群 总的来说Cork 它这个Cork很火 它现在已经快有2000个star了 那它主要是因为 它首先是比较轻量 就是你可以比如说 你用一台笔记本 你可以维护1000个节点 还有10万个pod 因为它们本质上 它们其实都是一些API对象 那第二个它创建起来很快 你可以比如说每秒可以创建 几十个pod 几十个node 然后的话它是非常的灵活 因为你比如说 你这个pod和node 它是有节点状态 有这个pod状态的 你可以通过Cork去模拟它任何的状态 然后去fake一种情况 我才把你想要怎么样 就可以fake成什么样子 然后最近的一个release的话 Cork就是首先它做了一些更新 首先就是以前的话可能 现在它可以支持通过CID的方式 来对Cork的配置进行更新 然后第二块 第二块是它现在已经支持了 Cubernetes这个dashboard 这个dashboard是Cubernetes官方的一个项目 而第三个就是它现在对这个 已经做了集成 然后可以做一些tracing相关的事情 然后第四个就是 常见的这种性能 这一块提升的一些工作 然后以及它其实有很多的小的feature 都实现了 但是我可能这边没有全部列出来 然后其实昨天 昨天我刷这个社交的时候 也看到就是K8S的项目叫E2E Framework 也刚刚集成了Cork E2E Framework就是用来 K8S用来做E2E测试的这样一个框架 它通过集成Cork来达到这种 一个是更快 另外一个是更省这样一个能力 然后如果大家 我这边介绍的是很简单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 其实明天下午 这个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关于Cork的分享 然后其实我们的这个 Other 我们的Founder 其实也在下面听着 市民同学 然后下面还是一个 比较新的项目 叫Cook Schedule Watson Extension 我们以前怎么去扩展我们的Schedule呢 其实我们一般是三种方式 一种是Framework 就是我们自己可能会去写一些 Plugin的方式 然后去重新编译 做一个定制化的一个Framework 第二就是我们可能会在集区里面 搞这种多调度器的这种方式 然后第三个就是 我们可能会用一些extender 就是WebHood的方式来去集成 我们现在的这个Schedule了 但是他们都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Framework 那他的话 他就需要你去重新编译这个Framework 还有一些情况就是 比如说你做一个平台 然后客户他有自己的Plugin 那其实你是没办法 把客户的Plugin 放到你自己的平台里面来的 因为客户他不想把你的代码 就是暴露给你 这个时候就很难办 第二个是多调度器 那首先最明显的就是说 资源会有一个损耗 你集群多个调度器 肯定是对集群资源是有消耗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多调度器的问题就是 你同时有两个调度器 同时在调度的时候 他们因为调度器在调度的 第一阶段 它会做一个snap shop 然后这个时候 他们彼此是不感知的 所以很容易就造成 就是我们两个调度器 可能同时都调度成功了 但是最终可能因为资源不够 只有一个port能够调度成功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会被 Coopulator给驱逐掉了 所以它又会有个调度冲突的 这样的问题 那extender的话 它的问题就是说 它颜值会比较明显 然后其实 Kubernetes的上游社区 也在考虑说 也其实也慢慢地在 希望用户能够牵引到 framework 而不是从extender 所以上游的这些 feature什么的 可能也不会再维护太多了 那有没有其他选项呢 那肯定是有的 就是我们的标题嘛 这个Web Assembly 然后其实在其他项目里面 比如说像East2 像MV 像DevHard 他们其实都有这一块的 这个集成的案例 然后我这边就简单地介绍一下 它是怎么工作的 就是首先我们在这个schedule schedule这一侧 我们会集成一个 Wassam Plugin 就是这个Plugin是 上游社区已经写好了 然后的话就是你要做的就是 基于这个项目定义好的 这些interface 然后去写实现自己的方法 然后你可以用任何语言去实现 你实现完之后 你把它编译成一个Wassam文件 然后这个Wassam文件 会通过一个路径的方式 直入到这个Wassam Plugin里面去 这样子就完成了 整个集成的过程 然后它是可以动态插拔的 就是你可以动态地去编译 然后动态地直入 你不需要重新去编译整个交渡器 然后这个时候呢 那就是然后调度逻辑是 其实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就是schedule还是会去调 比如说去调filter 那这个Wassam Plugin 就会去调这个guest的 一个运行时的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的话 因为现在Wassam很火 然后它有很多的run time 然后我们选择的是Wassam 因为Wassam是唯一一个 不用Cgo的这样一个run time 因为就是Cgo的run time 目前K8S社区是不是很认可 因为K8S社区主要是 Go语言来去实现的 然后语言的话 我们目前用的是TinyGo 因为用Go来去编译 这个Wassam它文件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用TinyGo来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虽然有一些功能可能实现不了 但是基本上问题不是很大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看一些example的话 这边也有一些example 然后下面一步的话 就是其实这个项目目前还在开发中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参与这个项目的开发 然后未来的话 比如说首先第一步 我们可能会去支持 所有的这个extension points 因为现在的话只支持了这四个 prefilter,filter,prescore和score 然后第二块是性能的提升 那其实大家可能也会很关注这一块 那像这个Wassam这个项目 目前的话差不多是有两倍的一个延迟 当然这个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 Benchmark测试来去覆盖 但相比于比如说像用extender 那我们测试一下extender 可能有十倍左右的延迟 所以它其实已经是更快了 而第三块就是我们会去考虑说 支持更多的pod和node 除了pod和node除了的一些资源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因为其实Wassam它支持任何语言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提供一些 其他语言的example 然后也是非常感谢参与这个项目的开发人员 尤其是来自于这个Wassam的这个Android 就是这位 然后他恭喜了很多的这个idea和代码 好 其实那今天这个主要的都差不多讲完了 然后大家如果想加入这个Cubernetes的社区 或想加入这个Skering的社区的话 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可以从一些简单的issue入手 或者说如果你有些疑问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的slack 做一些这种交流 我们的话也会有一些这个周期性的meeting 然后像国内的话可能每周 每个月第一个礼拜四 我们会有这个APACmeeting 大概是早晨十点 然后社区也提供了很多的像文档 比如说CAPS 还有设计文档 以及社区参与的一些规范 对 然后这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内容 然后时间也差不多了 然后QA对他有什么问题吗 Dschedule可以帮助你 其实这样子 Dschedule会去 就看你的配置策略了 如果你是想打散的话 Dschedule会去计算这个节点里边 是不是有一些更好打散 你这些服务的一个选择 然后他就会把你当前正在运行的 就比较满的那个节点的部分的POD 进行一个驱逐 然后经过调度器的一个重新调度 就会把这些POD 放到你新加入的这些节点上去 对 因为其实我们相当于 在调度过程中 Schedule其实是负责单次性的调度 他就会质疑于当前的这个资源速度 做一次性的调度 然后另外Dschedule就会去负责帮他 就是因为他过了一点时间 他资源速度发生变化了 他就会负责帮他去 可能通过驱逐的方式 然后去更好的再去让他重新调度一次 然后补充一下就是你需要承担的风险 就是说这个POD会被evict掉 就是它会被驱逐掉 所以你要保证HA 不然的话有可能会 service unavailable 这个你需要自己去配置一些具体的 它那个eviction其实这是PDB的 就看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我刚刚之前没注意到 就是那个好像是计划支持那个RAW POD 支持直接POD的那个admission之类的一些 这个admission就是借助于刚刚这些 另外一位同学提到那个Schedule的Gate来做是吧 还是就是他怎么 他裸破的话怎么去做的mission 就是不让他调度是吧 还没定是吧 他这块有什么就是现在有什么ID吗 是会改那个PODAPI吗 有个ECU 你可以看那个KEP的设计 现在还在review进来 对对对 那就到这儿 好 谢谢大家 祝大家终求一下愉快 谢谢大家